修改什麼呢? 就是 1月貼過來 它是1到30 1月 那如果說今天希望貼過來說 自動幫我加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把那個1月 加在前面 日的話加在後面 等於有點像串接一個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樣可以剛好 假設我今天希望做出來 效果類似像這樣的 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點下去這邊會是1月1日 2月1日 2月3月 OK 那這裡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寫了一個什麼 寫了一個判斷 那判斷什麼呢? 貼上之後的話 那所以你特別注意 要寫在哪個地方才可以有這個效果出現 基本上呢 這邊其實我還是利用了一個 就是以前 講過的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處理月份的部分 那當然會寫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其實 就是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上一個什麼呢? 輸出的時候變更 我們要的結果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我們足以來看 首先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不確定說 哪個地方修改的話 像我之前 就是什麼? 足行先跑跑看 那其實就是大概在這一行 假設我貼上的時候 其實就是 執行程式的時候 那我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大概程式 我估計大概寫在這裡 會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寫在別的地方的話 如果假設我寫在別的地方 那我就沒有辦法處理一月 因為貼的話現在是貼一月 所以我就 當它貼一月 我就改這個範圍 當它貼二月 我就改這個範圍 貼三月我就改 那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剛剛好抓到那個月份 所以 那寫的方式的話呢 當然我就把它 在貼上的時候呢 處理月份 所以呢 在這個貼上的動作 處理月 處理的話呢 要怎麼做 這個地方我希望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來幫我怎麼樣 逐一個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做什麼 所以我可以寫個回圈 for 以前是用I 其實我們入門班裡面 想了蠻多 有關寫回圈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呢 I已經用掉了 所以我用J forJ等於什麼呢 forJ等於第二列 到哪一列呢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就到 最下面一列 那其實剛剛我寫過了 Range A1 這個自己再寫一下 Range 然後呢 從A2 向下追蹤 點End 前刮斧向下 點Row OK 然後呢 在NAS 就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做什麼呢 幫我整個刨過 加什麼東西呢 加一個Sales 輸出到那個儲存格 哪一列呢 追列 哪一欄呢 A欄 裡面呢 輸出等於 等於什麼呢 前面幫我串 現在 現在的這一個工作表名稱 那現在的工作表名稱 我怎麼敘述呢 敘迟 瓜糊 第1個 其實現在的這個 那就是什麼 第1個 的名字 點什麼呢 它有個屬性叫Name 點Name 點Name的話呢 抓到 如果1的話 就是它1月就幫你抓回來了 1月 End什麼呢 End它現在裡面的資料 那就把它現在裡面的資料 先放在這邊 1月 1 後面串一個什麼 日 End 這邊打一個日 OK 1月1日 那這樣的話呢 我串完之後 就會得到我要的最後的結果 1日 OK 好 串完之後的話 又不要把它移到上面來 把它移到這邊 然後跑一下 一個一個去解決 這個地方 它會幫我把1月1日串完之後 再丟到前面去 所以這邊的話 我執行這個 F8 你有沒有發現 1月1日改了下一個 NAS 依此類推 它會怎麼樣呢 從頭幫你跑到尾 就全部跑完了 假設全部跑完 我就按執行 讓它全部跑完了 這個時候呢 全部跑完了 跑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換下一個月份 不過特別注意 換下一個月份貼上 2月份貼上 欸 再來怎麼樣 4 最等於第二 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串什麼 串它的資料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欸 1月已經處理過了 那如果以這樣的敘述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不能從2開始 但是有個問題啊 那要從哪一個開始呢 32開始 可是喔 32就要抓到32個字這個數字去變更它 有點難度 後來我想了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判斷什麼 如果當這個裡面的字喔 它的長度小於3的話 有沒有 1到30嘛 它的字的長度呢 一定都是小於3 1 一個字或兩個字 那如果你已經改過的話 一定是4個字 或5個字 對不對 像1月 1月 有沒有 4個字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用 字的 長度 去決定 我要不要變更裡面的資料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再加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這邊喔 如果 我剛剛有去說 如果 那個裡面的資料 LEN 瓜糊 它裡面的資料 就是這個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放進來 判斷一下 什麼時候才會變 當它小於3的時候 THEN 它才要去做下面的事情 反之的話呢 欸 就不要做 END IF OK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 其實 在前一個階段課程裡面 寫最多就是寫回圈加邏輯判斷 其實利用這樣的方式 在很多地方 就很快可以解決你要的問題 OK 所以我們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2 現在第2有沒有 第2個它的字串長度 當然指的是這個 有4個字 所以它的字串長度 Return回來 4個字 所以有沒有小於3呢 沒有 所以怎麼樣 跳過 不處理 NAS 也不處理 所以1月份的幾乎都不處理 直到呢 當它是 J等於32的時候 欸 一直跑到哪裡了 跑到這裡的時候 它的字串長度是1 一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才去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2月有沒有 2月才處理 那以此類推 其他的都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直接執行 欸 2月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了解吧 所以我這邊的話 多一個處理月份 的邏輯判斷 那主要是 一個回圈 一個邏輯判斷 裡面的話 做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其實比較重要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 蓄持點內 欸 這個很重要 如果未來你要抓到 哪一個工作表 它你可能只知道第幾個 但是不知道它的名稱的話 你可以用後面的一個屬性 叫點內 它可以去抓到 那一個儲存 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返還到這邊來 那你串接嘛 欸 串接原來的資料 串完之後 再丟回去給這個儲存格 所以儲存格裡面顯示的東西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邏輯應該很簡單啦 不過 建議是一定要動手做啦 當你自己從頭寫 寫出來沒有錯誤 知情OK 那表示這是你的東西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但是 做完之後啦 如果你做完之後 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不對啊 你這是日期 日期耶 你怎麼串一個文字 那將來如果要運算的話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後來 欸對齁 這個地方應該改成標準格式 比如說應該改成 2017斜線1月1號才對啊 對不對 那這邊應該是2017的1月 2月1號 欸可是要怎麼樣 改成我們要的標準格式 才能夠運算嘛 對不對齁 所以第一個只是方法一啦 不過這個方法可能要被第二個給推翻了 那你就要再動手 我剛剛講的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寫不出來 這邊可以複製貼上 盡量不要啦 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要做出來 如果要改成什麼 這樣子 不過因為這個舊的齁 你看2017 1月1號 那最後做完齁 還可以變更什麼 這樣子 民國年 假設好 剛好 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 可以再幫我變更格式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實答案就在底下 不過盡量先不要看齁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齁 城市沒幾行啦 但是其實做出來效果我覺得都還蠻OK的 工作裡面其實都可以派上用場齁 那這些案例齁 主要也是 還是以工作上齁 所發生的那個問題需求啦 我們去制定這類似的範例 當然如果你們有其他的想法 還是可以提出來吧 反正這東西主要是幫助各位齁 可以在工作裡面得到效率的提升 以後的話真的就可以一鍵完成所有的事情齁